因为他见到我,他又不理我,他又不理我 其实人是会这样的 但其实那个人不理你,那个人是惨的 不是你惨的,是那个人惨的 因为他做在一个信耶稣的人身上 他将来要受很大的审判 但耶稣纪念他,耶稣怎样说? 他是最特别的,耶稣说 由得他,第七节 他是为我安葬之日存留的 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指示你们不常有和 他是为了我安葬之日 有可能他知道,也有可能他不知道 因为耶稣已经说了他会受死 他是不是因为这样做呢? 因为神的灵感动他,就在那个时候来做呢? 但耶稣说,这件事发生是因为神感动他 以至有一天,他是为了我安葬而预备的 他做了一件很美妙的事 是万世都能记得的一件事 而在马帝福音那里 就说到耶稣怎样讲均他 耶稣说,在福音传到的地方 都要讲述这个女人所做的事 在马帝福音26章第13节那里说 我实在告诉你们,普天之下 无论在什么地方存这福音 也要述说这女人所行的作过纪念 很特别 你知道耶稣的福音是很好的好消息 就是耶稣为我们钉死 叫我们每个人能得救可以上天堂 耶稣为我们钉死的好消息 将来有一天,当你离开世界 一见到耶稣,原来是真的吗? 其实你不用到那时才知道是真的 因为我们见到太多见证了 这么多的证人是让我们知道 真是死后是会灵魂出来 会见到耶稣的 你会见到耶稣的时候,你会充满爱 然后呢? 即是你说,真是很感谢 我们每个人都会感谢 我自己会感谢 你猜哪个人带我信耶稣呢? 我还记得他的名字 叫中微五 但是这个人呢 他不是带我信耶稣 他只是带我跨越一步 我问他,神是否真的? 他跟我说 然后我问他,神是否真的? 他就说出一个很简单的事情 让我真的有兴趣想知道神是否真的 然后我用时间去研究 他是一个老师 他不是教我的老师 是我九年相识 变了一家学校的老师 他也想不到有一天 他带我信耶稣 然后我带很多人信耶稣 所以我心里会感谢他 到了天堂的时候,我会感谢他 他会说 我带了一个牧师信耶稣 那牧师又带了很多人信耶稣 然后你说 二牧师带了一个信耶稣 然后我呢 又带了其他人信耶稣 我希望大家都会 即是说,这个福音真是好 这个福音是这么好的时候 耶稣说的 这个福音传到哪里 你都传这个事情 这个婦人所说 你说,这个女人做的事这么伟大 就是可以跟这个福音 不是同等级数 而是说,哪里有福音 那里都要说这个女人所做的事 不是说他做的事跟耶稣同等 他不可能答到耶稣同等 但是,全新福音都要说他的事 就是说他如何爱耶稣 有些人问 为什么要爱耶稣 为什么要爱耶稣 原因就是这样 因为神是个爱的神 有没有见到爱的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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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不不理睬他的家庭 这不是真的爱的家庭 有没有见到爱的家庭 有没有见到爱的家庭 父母会感谢父母,说父母很好,父母也会说父母很乖 这是一个爱的循环,爱的家庭,因为爱是交流的 爱永远不是一面,一面的爱是永远不会永久的 在神的家里是一样的,当我们爱神的时候,这就是交流 我们就会让神的爱更大改变,这个人就会生命改变 因为一个人不懂得爱,他永远不会成长 如果你有见过一些人,有父母在种他 我记得我在读学时有个同学,他真是他爸爸妈种得很厉害 那时候他以为很好,喝猪润水,在那时候我们就觉得很好 总之会买一些很漂亮的东西给他,我现在知道有很多胆固醇 总之他家里是很重的,但我们看到他很不听话 他上课不听话,他整天背叛先生,整天反叛先生 他不收到这个爱的好处 因为收到爱的好处的人会怎样呢? 他会爱人,他会感激人 人家做任何的事都会感激 我们要学习这种东西 例如我见到谁对我好,我会说你真是好 我见到谁笑我,你笑得很好 我会说我见到你,我就很开心了 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他爱我,是给我一种很大的祝福 我就对他有回应 而玛利亚就对耶稣有回应 他真的有很大的牺牲去爱 你发觉耶稣没有说 彼得所做的事,全方都要说 不要说 约翰做的事,你们去说 保罗做的事,你们去说 反而是这个女人 这个女人不是做了很多轰轰烈烈的大的事情 她做了一件很简单的事 她秘密地去,不是宣扬地 她一早为耶稣预备了这些香膏 然后到耶稣来的时候,她就高在耶稣的身上 然后她就用头发擦干 她原意有这幅图 她用一个卑微的方法去为耶稣擦干净 将香膏拨开 也用香膏来擦干净耶稣的脚 看到她对耶稣的爱和谦卑 在耶稣面前的谦卑 当一个人有这样的爱主的心 圣经已经说到 因为她专心爱我 在诗经第九十一篇说到 我将他放在高处 这里没有写到的 这个人神就要将他放在高处 我要叫他成为尊贵 这个成为一个很尊贵的人 神要叫你成为一个很神所喜悦的人 并且能够祝福很多人 我希望大家听到 你都想不单单得到耶稣的爱 其实得耶稣的爱很简单 你就是真心地说耶稣 我想你的爱 我想你爱我 我想经历到这种爱 我真的骑身土也能经历到神的爱 我只要耶稣爱我 我就感觉到耶稣的爱和喜乐 为什么会有这种经历呢? 就是自从安卡罗为我祈祷之后 我真的在家里祈祷很久 我经常去爱神 我发觉有一天 当我一叫主耶稣 一说就立刻 神的能力就来到 因为耶稣爱我 真的耶稣的爱就来 很多很多次耶稣的爱会来 那你就在一个单纯的心 耶稣我想活在爱中 我想是被爱的 你发觉有些人被爱 整个人都精神爽利 有些人当然有恋爱 这么精神爽利 这么开心的 当然是现在在恋爱中 人的爱也有这么大的改变 有耶稣的爱也有这么大的改变 你只要耶稣你赦免我罪 我得罪你 我得罪你 我对人没有爱心 父母对我们这么好 我们没有感激他 没有对他有爱心 但是我们要悔改 耶稣赦免我 耶稣真是人家赦免你 当你安静祈祷 我又不记得谁 因为我自从放了他上网 现在有1100多次 有人看我们的视频 当我看了视频的时候 有人回应 其中有一个 他说我自己祈祷 开始觉得有点不同 因为有几个人 因为我讲到可以经历圣灵 他说我想经历 我说你先预备好 你自己要祈祷 看圣经 你自己整天赞给神 他们就真的去做 有一两个都这样跟我说 他就感觉到耶稣的一种平安来到他身上 我说你看到耶稣很真 他们都感谢神 我都将那些放在我的电脑里 我可以给你看看的 很多人为他祈祷 真的会经历到神 所以你也可以的 其实你自己的经历更好 不过我也很乐意为你祈祷 你自己的经历就是安静的 不要有所外 真的很安静的 你可以站在这里 或者你坐在这里 站在这里是最好的 黑门眼 他说主耶稣 你是真的神 你来到我身上 你舍免我罪 我会真心爱你 你要去安静 去感谢耶稣 耶稣的爱就会来到你身上 耶稣 他会将他的平安辞给你 你回去看这张纸 这张纸就是圣经的说话 我以前有很多的纸 你可以拿回去看 看的时候 你就可以 多谢主耶稣的恩典 求你舍免我罪 当你有神的话语的时候 你祈祷 神的爱就会来到你身上 那你就开始 人会经历到神的爱 那你如果想更大经历神的爱 最后是去爱人 你爱人的时候 你会发觉 耶稣可以改变人的 耶稣 原来我为人牺牲 就像玛利亚那样 肯牺牲的时候 去帮人的时候 人真的会改变的 文言上去帮人 那些人都有反应 他都趁机会去 去跟人说 耶稣你也可以的 当你去做的时候 你会发觉 你收到的更多 因为一粒墨子不落在地 你会形成一粒 如果你的生命只有一粒墨子 就只有一粒 但如果你说 我好似那边